家族荣耀中被称为史前当家花旦的麦翠嫌Betty客串 相隔27年再重现TVB 其实她近年也曾付出街拍港台剧《过戏影》 直言 只要剧本合适 愿意出演更多剧集 游走两台发展的她过往先后获亚氏和TVB力捧 其后淡出娱乐圈同老公结婚于20年 中间经历过老公生意失败破产 她发挥贤内著本色 对老公不离不弃 59岁的麦翠嫌在剧中饰演杨西瑶前名杨姨妈妈 同剧演员包括罗紫义前名罗仲谦 张志玲 黄浩然 李采华 于扬等 其角色爱钱 贪慕虚荣 她将这种性格都饰演得淋漓尽致 知道女儿加入马氏集团担任CEO后 她及时利用女儿罗柱树 演活出这种贪小便宜的个性 虽然她在剧中只占很少分量 依令一众剧迷感到惊喜 麦翠嫌是亚世第一届训练班的成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亚世力捧作女主角 也成为了亚世当年捧红的第一批花旦 出演过多部电视剧 如第四代女星之家或东阁少女慈禧等 凭借一系列好剧 麦翠嫌在亚世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口碑也上涨不少 她在古装剧里尤为惊艳 因此也赢得很多人的喜爱 而这一系列电视剧中 最出名的莫过于霍东阁 在霍东阁中 麦翠嫌饰演霍东琴 演技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也因此被称为十大电视明星 霍东琴这个角色被麦翠嫌演得唯妙唯笑 很多观众看过这部剧后 不但记住了这个角色 也记住了麦翠嫌这个人 1983年 《少女慈禧》播出 麦翠嫌饰演的东太后 慈安一角让人印象深刻 慈安虽然不如慈禧手段高明 但也深得贤丰帝的喜爱 麦翠嫌所饰演的东太后 和她以前演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区别 但这个角色被她拿捏得很准 完美表现出了东太后的稳重 和深沉信机 然而在事业上升的重要时期 麦翠嫌却选择放弃自己的东价 为了留住她 邱德根甚至曾经不惜出笔 市价高出很多的薪资 但还是没能如愿 不过也能算是一时佳话了 回忆起当初在亚市点点滴滴 麦翠嫌戏谑地说 这么多天 只有邱生是有盈余 当年真是自己带厕纸跟笔上班 因为规定每日用四格厕纸 比要用完拿回就那支笔新去换 以前大家觉得她好吝啬 其实她的想法很前卫 想应环保 看到好多东西 还继续自豪地说 记得以前台庆 邱生会派每人一封远东银行的五元红包券 但开户是要十元 她思维就是要你不准懒 不勤力就会浪费五元 员工也都很聪明 集资开一个户口拿钱 但邱生就比较看得起我 特意叫翠嫌 翠嫌 然后就在西装按格拿了一封红包 原来是三百元现金 我拿着红包都好感动 之后麦翠嫌离开了亚市 转头到了TVB 不过在那个年代 亚市与TVB是死对头 纵然麦翠嫌在亚市市花旦 曾被高薪挽留 但去了TVB什么都不是 他在TVB出演了火玫瑰和当代男儿等剧 却没能从一众演员中脱颖而出 在TVB这么多年 唯一让观众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峰一角 在1994版的射雕英雄传中 麦翠嫌饰演梅超峰 不同于以往版本的梅超峰 麦翠嫌演的这个梅超峰除了凶魂可怕 还多了几分俊美 梅超峰心浑手辣 做事决绝 令人深恶痛绝 但麦翠嫌版的梅超峰 却有一种让人恨不起来的感觉 在剧集播出之后 麦翠嫌还被称为最美梅超峰 他在TVB服务了将近十年 剧集拍了不少 但是除了梅超峰 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角色 在约满TVB后 麦翠嫌慢慢淡出了演艺圈 1990年 麦翠嫌嫁给了一个富豪 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嫁给富豪后的他 为丈夫生育了一儿一女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 当年没有不舍的 不同阶段就做不同的事 结婚后就要家庭先行 要对小朋友负责任 上世纪90年代 麦翠嫌就有一个外号叫做三亿富婆 而这不是浪得虚名 他的身家的确丰厚 不过在当年 作为商人的麦翠嫌口碑不好 因为涉嫌卖了缩水店铺给圈内艺人 轰动一时 怎料到了1997年 麦翠嫌的富豪老公意外破产 一家人的生活直跌谷底 很多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但他是一个例外 麦翠嫌选择不离不弃 甚至一门心思扑在丈夫身上 甚至还帮助他一起炒楼 资金逐渐回笼后就做起了钟表生意 最终东山再起 所以很快麦翠嫌又做回了少奶奶 在生活上继续衣食无忧 家中已然无事的他自然要有一点私人空间 近些年麦翠嫌开始付出 不但投入到原来的影视剧拍摄工作 还参与舞台剧并登台演出 不过一些演出的有些不入流 风格也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对于曾经喜爱他的粉丝来说 如若看到他如今酒楼卖场 该有多么心痛 虽然是酒楼卖场 但麦翠嫌看起来十分享受 毕竟吸引那么多年 如若不好好展示一下 岂不愧对这样的付出 赚到快钱之后 麦翠嫌自然要将其用在家庭的日常开支上 由于幼时的他家境十分贫困 在家之层陪着丈夫度过破产时期 所以他在生活中精打细算 非常节省 曾有媒体恰巧捕获到了 麦翠嫌在选购物品的时候挑来挑去 还不时地对比价格 然后再做选择 离开前的时候还特地检查账单 以防出现错误 想来如此精细英事经历的多了 对于花销自然也要注重一点 前段时间 据媒体报道 麦翠嫌接拍了《家族荣耀》这部电视剧 在剧中与已经离朝的TVB艺人 杨瑞琳饰演夫妻 再次亮相电视荧幕的麦翠嫌 虽然打扮得光鲜亮丽 但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彩 不过她的状态与剧中饰演的角色还算适合 是杨新瑶的母亲 戏份不多 但足够抢镜 第一集就引起了不小的话题 更被观众形容为宝刀未老 此般评价也算不枉她此次付出拍电视剧 说起来这是麦翠嫌时隔27年后再度在TVB电视荧幕上露脸 看来她戏影不减 只要剧本合适 还是愿意参与拍摄 其实麦翠嫌并没有完全淡出演艺圈 这些年她偶尔会客串电影 也会参与舞台剧的演出 只是为人低调 也没有太出众的作品 所以不为人注意 而说到麦翠嫌与丈夫的一女一子 其实外界对她们并不是太过了解 毕竟在婚后麦翠嫌就吸引了 而对于私人生活 她一直都是低调化处理 只透露她现年24岁的女儿Victoria已经大学毕业了 23岁的儿子Cartio在瑞士独酒店管理 如今已经返岗实习 但这一对子女具体是什么状况 大家都甚少了解 直到Victoria参加了港节选举 这位新二代才在母亲的影响力之下 为外界所关注 现年24岁的Victoria大学毕业后 从事的是金融业的工作 论长相、身材并不算太突出 所以在首轮港姐面试的时候并没有被人注意到 不过她还是顺利入围到了副始 在副始的时候 Victoria在父母的护送之下 抵达了现场 一家人乘坐豪车现身 相当有气势 看此次Victoria参与港节选拔的阵仗 不难看出 麦翠贤对女儿的保护实在过多 此次不仅自己亲自陪着女儿参与 还让一直以来显少露面的老公 暴露在了媒体的镜头之下 实在是给足了牌面 颇有些势在必得的架势 也难怪Victoria接受采访时 毫不避讳地说道 作为新二代备受关注 而参与港节选拔 压力也不小 而这也源于她的父母期待较高 一下车 麦翠贤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而在见麦翠贤 还是那么瘦 颧骨也显得非常突出 有点沧桑 毕竟已经59岁了 慢慢变老是不可避免的 但她的打扮还是相当得体的 气质也还在 对于年过半百的麦翠贤来说 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也是因为不坚持运动 练瑜伽就是她保持身材的一个好方式 比较之下 Victoria就显得比较质朴 与麦翠贤显昔日的美艳截然不同 也少了一些欣慰 不过胜在青春以及长相甜美 麦翠贤虽然低调多时 但是面对媒体的时候 依然显得落落大方 直言是她建议女儿参加港节选举 目的是希望女儿能够多见识一下市面 提升个人自信心 Victoria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显得有点胆怯 比起官风心 少了一份从容与自信 也坦言参赛是抱着好奇心与学习的态度而来 并且承认还没有正式参选就已经倍感压力 不过也表示会坚持到底 没有入围就受到了这么多关注 难免紧张 不过相信她能够在比赛中收获很多 学会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提升自信 如今麦翠贤的两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 不需要她再过多的操心 作为演员的她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已经是成功者 被很多人羡慕 希望她未来的生活一直甜蜜 和丈夫及一双儿女幸福地生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